南加州佛教界联合庆祝佛誕节大会在柔斯命市惠提尔公园圣大举行。 在郑政凡英声中,五彩缤纷的佛教教旗与国旗组成的旗队担任前导。 新来寺主持惠东法师、法英寺主持洪正法师、法光寺主持常光法师、 以及国会议员赵美兴、加州参与员托尼的代表。 洛宪县政委员韩正尼的代表、新来大学校长Steve等贵宾一同出席。 由佛光会的金刚师兄呼送的太子圣像就入会场,为隆重的法会揭开序幕。 紧接着各道场的义工、升州、印度服、旗袍、蒙古砖、泰国修道服等服饰组成的队伍、 献花、献果、献茶等十种供养。 来自美国的主流官员向惠东法师、洪正法师、常光法师颁增表扬状, 表扬他们对佛教文化的传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。 惠东法师在会中致辞,他表示,既由庆祝佛当节大会,让佛教文化深入人心, 通过欲佛法水来洗涤大众内心的无名,从而清净身心。 佛陀在2600多年前诞生到了这个世间, 他的出现呢,给我们人类都带来了一个希望, 就是作为人,我们也可以从所有的烦恼当中解脱出来。 那我们在这一天也庆祝母亲节, 不仅仅因为这两个节日非常的接近, 而且呢,他们的慈悲也有共同之处。 希望呢,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啊, 能够在我们这样子一个烦躁的时代, 人心不安定的时代, 能够呢,给我们带来夏天的一滴清凉之水。 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活动, 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啊,得到安领, 一切呢,都能够在平静之中的来, 然后促进我们这个世界和平。 庆祝佛当节大会开幕仪式结束后, 姓郎善女福老邪幼恭敬地参加了玉佛活动, 希望既由玉佛法水来保有内心的清静, 为自己创造培福田种上根的机会。 另外还有佛教文物展, 茶厂艺术展和佛当三地动漫展, 50多个素食摊位, 供应家乡小吃, 素头美味。 下午还举办了第16届菩提妈妈的表扬大会。 环球东方记者吕玉冲, 罗伞机采访报道。